哈喽 各位好 很高兴今天一会儿得见面了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咱们正在改装中的一辆新全顺 重周重点的房车 内部的布局的话 也是打破了以前经典的那种布局 采用的是一个重置的上下铺 空气有6座 核载人数也是非常多 它的长光高尺寸 分别是5341 2032 2480 它相对于原车裸车的高度是一所增加 由于咱们在车顶加装了 这个铜锈缸的行李架 然后看一下车身的右侧 从上至下分别有一个户外灯 当然它也是取消了这个制阳棚 相对来说显得更加的激调 然后在中门以及中门对面的 这一对原车玻璃 中换成了贴纳窗 然后往下看的话 在中门靠后的这个圆形孔的话 是咱们100升清水箱的重力加水孔 然后几步的话 有一个独热油同盘的脚踏 后部还有一个户外的接手龙头 来到车尾 车尾是一个对开门的设计 然后车尾的尾门的上部 怎么可以看到 是加装了两个侧排风的出风口 然后再看一下车身的左侧 基本上变动也不是特别大 可以看到中部区域的话 这里有一个方形的骨 内部还可以看到一个大型的散热片 这实际上是咱们家用便宾空调的外机的出风口 非常的大 而且里面的这个原装的散热口也已经进行了拆除 方便一个通风散热 咱们打开中门之后 从中门进入到车内 首先看一下驾驶室 现在已经将原车座椅都进行了拆除 驾驶室的座椅共计三座 副驾是一个双人卡座 然后主驾的这个下方的话 它是原车的主电瓶 咱们座椅拆除之后是进行一个超前皮包式 不同于以往 咱们正辆车的这个副驾 以及中门位置的这个双人的座椅 它也是可以拼床的 那么这个座椅的话 现在可以看到它的下面的几座 实际上相对于我们原来之前的这个几座 是有所身高的 大概抬高了10公分 因为这样子的话 副驾坐起来舒适度会更强 只不过在中门位置的这个卡座 随之而来的话也坐了一个身高 也就是说有些尺寸 咱们可以根据自身的一些情况 做一些些微的调整 然后再看到驾驶室 这辆车搭载的是2.07的柴油发动机 匹配的是5速的手动变速箱 远车的收音机 换成了导航 整个中控类似的话 咱们没有做出态度的改变 当然有些车有的话 它如果需要偏商务一点 咱们也可以做一些皮质包覆 或者是水转硬的处理 然后再看一下驾驶室顶部 咱们基本上就会改成这种储物空间 这个柜门关上 在柜门的侧面 可以看到是咱们整车中控显示区域了 再回到中门位置的座椅的下方 咱们可以看到 这个框架内部 现在这是一个进口的水泵 在弗洞的品牌 这个侧面的是咱们燃油注射加热器 暖风的出风口 那么燃油注射加热器 实际上可以封为两大 一种是风暖 一种是水暖 那区别就是水暖的人 有注射加热器多了一个功能 它既有暖风又有热水 前部的话就相当于有一张 上下铺的下铺了 再看到中门对面 依旧是我们雅典娜布局的前部分 它是一个橱柜 上面有携手盆 侧面的话是一个电磁炉 下方依然是咱们的抽屉 然后搭配了一个伸缩的小桌板 底部的话 是咱们家用便便空调 外界的安装位置 那么它的内界 也就是安装到那颈部 这样子的一个空调的安装方式 是性能最为稳定 它的智能效果好 能效比高 然后噪音特别低 是和老人和小孩 对于睡眠环境的一个需求 然后储柜侧面的话 推拿窗内部都配有这个防纹和隐私 双重功能的内窗 靠后的话 依然留了这个无孔插座 和USB和解映器的一个接口 不同于咱们雅典娜布局 它这里会有一个小的拓展的桌面 这个桌面的话 拓展出来之后 结合咱们后部会安装有一个小的座椅 这样子就是一个私人的办公区域 然后再往车尾看过去 那么它的卫生间已经移到了车尾 后部咱们可以看到内部的话 整个现在侧面的防水和颈部的防水都已经做完 底部的话 这个接水喷咱们已经安装好 采用的是这种304食品级的不锈钢的材质 然后可以看到特别注意的是 它有两个下水口 也是考虑了咱们车辆 如果停在泼面的话 不是平整的路面的话 它水流可能积压在某个角落 所以的话才用那种方式 看一下这些细节 这是水南管 然后这周边的话 为了防止像这样子 有这种锋利的边角 滑破咱们的管道 也是做到这个公温馆的一个包套 看到车身内部的左侧 这个实际上就是咱们一个纵床的固定区域的长度是1米75 所以咱们变床的时候侧边还会做出一个拓展 相当于结合前部的这个下铺 整个就是一个上下铺的一个结构 而且是一个错开式的 然后这个纵床的话 下部咱们可以看到 咱们可以直接掀开这个床板 内部咱们安装的是这个037里的电池 空气400英尺 然后在后部的话 还有比较大的储物空间 这个空间内部咱们放 摊桌椅户外的这种 都基本上可以放置进去 然后咱们可以看到 这后部的话还会有一个舱门 可以直接从车尾拿取物品 咱们再看一下这个侧面 咱们冰箱啊 也是放在床下面 这一个50升的带冷冻和冷藏的双重功能的冰箱 再往前部看过来 这里的话还有一个小的舱门 那么这个舱门咱们打开之后 可以看到内部这些控制器啊 然后空开还有保险的 所有的这方面需要调整 或者是控制的这种开关都集中在这里 再往这个上铺 侧面看过来的话 这里还是油然留了这个插座 这里有一个扣冷器 实时显示咱们用电的一个情况 以及电量的剩余的多少 下部USB和点击器的一个接口 上部的话 这是咱们柴南的燃油阻止加热器的一个控制器 控制开关 顶部啊 咱们两侧都是做了这个吊柜 而且在这个办公区域的上部 也有这个吊柜 也增加了这个 咱们需要用件的一些插座 那么小黄今天对于咱们质量 挫开式的上下纵床 以及功能特别齐全的这样的一种布局的 一个行权顺纺织的介绍就到这里结束了 车友们有什么疑问 或者是更多更好的建议 欢迎在小黄的视频下方留言 或者谢谢小黄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